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人在不断的加一保暖 那么你的爱车呢 为你的爱车进入严冬做好准备了吗 在寒冷冬季燃油的流动性渐渐变差 润滑油的粘性增加 冷却水溢决结 如果不注意冬季保养 你的爱车恐怕很容易感冒发烧 因此车辆防冻很重要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车辆防冻的基本措施 入冬前的保养要彻底换季保养 是车辆保养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换季保养时 我们需要检查滤清气、油底壳、变速器是否彻底清洗干净 否则可能会造成不同排号的润滑油混合在一起 降低润滑的效果 另外需要检查机油散热器转换开关 以及进排气管上的预热法是否至于冬的位置 节温气性能在冬季应重新测试 使其符合冬季技术要求 化油气加速泵 活塞形成应调大 蓄电池电解液密度 应比夏天大0.03至0.06克每毫升 及时更换润滑油 因为冬季气温过低 会导致普通润滑油的粘度增加 使得流动性变差 当基建运动时摩擦阻力增大 从而在汽车启动时 经常出现启动困难 甚至产生燃瓦、暴轴等事故 所以我们应提前有所准备 及时将油底壳、空压机和轮毂轴承内的润滑油 换成冬季用的润滑油 将变速器、分动器、差速器 转向器内的齿轮油 换成冬季用的齿轮油 彻底清洗油箱 对柴油车来说要想防冻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凝点比较低的柴油 以提高其抗冻性 其次还要经常清洗油箱 以保证柴油的纯度减少冰冻 清洗周期大约在20天一次 清洗时的注意事项 不能用刷子刷 只能用汽油或柴油清洗 过滤器座上的调压阀 千万不要用汽油清洗 否则会损坏调压阀的密封胶圈 有条件的车主 建议安装柴油车油箱防冻装置 用油箱油管保温罩防冻 能正常发动和行驶 及时加注更换防冻液 给发动机注入适量的防冻液 是冬季车辆防冻壁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防冻液的使用是有讲究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1.首先要将原有的发动机防冻液清除 然后清洗水道 最好加注制造厂指定的防冻液 以免日后引起水道腐烂 2.防冻液的加注应适量 千万不可超过防冻液惯理的刻度线位置 正常情况下 防冻液的高度应在最高与最低点之间 3.如果防冻液的颜色变暗浑浊 证明质量下降 则需要更换 若防冻液太多时 可先将多余的防冻液排出 使其降至最高点之下 此后需不断查看 假如防冻液仍不断升高 说明发动机有潜在问题 应立即到维修站检查并进行维修 若防冻液的水平线降到最低点之下 说明发动机缺水 结果一导致发动机快速升温甚至会开锅 应立即补充防冻液 随时注意检查轮胎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这个感觉 轮胎一到冬季 橡胶会变硬 从而降低轮子的摩擦系数 所以轮胎气压不可太高 但是更不可过低 外部气温低 轮胎气压过低 会加剧轮胎跟地面的接触 加速摩擦会降低轮胎寿命 加速轮胎老化 另外冬季还要经常清理胎纹内加杂物 尽量避免使用不过一次以上的轮胎 避免散热气冰阻用水 做冷却介质的发动机 冬季最易出现散热气冰阻现象 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车主可采取以下对策 先启动发动机 再加冷却水 发动机在沿冬季节启动比较困难 有时加完冷却水 最好用热水后 发动机若不能很快启动起来 冷却水会出现结冰现象 所以应当先启动发动机 并预热至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时 再熄火加水 并且要一次加满